说白了就差这一场是可以拉个差距的嘛 谁赢下都是自己的第三胜 泰坦放出来了 而且确实对于诺华来说的话 泰坦这个英雄优先级还是比较高 那就秒锁呗 星斗还是可以去摇做打野位的 那人马应该为我给你们要抢一手 那版本的这几大打野 前面佛爷哥和利利亚被红方都搬了 然后蓝色王补了一个伊弗林 这样奥恩在没有的情况下 先拿EZ 那这样的话可能诺华得考虑 在前两手赶紧把霞给拿出来 霞直接不要 雅索吗 雅索加鳄鱼 雅索加鳄鱼 然后二轮辅助位置 看对面有没有再把酒桶搬掉吧 这个酒桶感觉是给不太了 对面如果不玩酒桶的话 这个阵容现在看起来就很舒服了 酒桶加泰坦加雅索 微博这里其实可以自己拿酒桶的 毕竟是在红色方 那倒是 其实这个酒桶我感觉对他们来说 不是特别要紧 在班位上面 主要还得限制一下 诺瓦的下路的英雄池 主要我发现现在最近很多的队伍 因为之前每次泰坦拿出来的时候 需要后面红色方去承担 亚索加勇恩两个班位 然后现在很多队伍就想 我直接把亚索再牵 我就不给你装了 对直接亮出来名牌了 因为这两个英雄确实搭配起来 效果比较完美 对 后面再按掉了 所有的两个射手啊 嗯 而酒桶是诺瓦自己翻了 他也是怕微博给你拿到 EC加酒桶的下路对象能力还是很强的 嗯 这样的话我觉得两边可能加里奥 是一个补助比较想去争强的对象 然这个加里奥拿出来的话 两边的阵容都还可以 加里奥红色方已经拿了 那塞尔这里的话 看要不要拿卡莎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新的英雄 然后现在再搬了这么多个AD的板子 再看下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板子卡莎是可以玩的 卡莎是确实挺好的 嗯 最后一周辅助 辅助还这么好出 灌豪 灌豪感觉还行 有没有说法 反豪可以 然后加里奥 对面有盖伦 要不牛 牛 感觉都一样 感觉都一样 这两个英雄就任选一吧 行 还是万豪 反而感觉万豪他有的时候 就是接一发沉默 他是真放不出来红悬 是的 这牛的话还是实打实的比较肉 能够糖 他只是进了斩杀线一样会被斩杀掉 就除了说盖伦以外 其他几个人还是打不太动牛的 嗯 最后一手看一下中路 这里微博想选什么 来个双射手啊怎么样 这有亚索啊感觉双射手不是很现实 好像没什么好处的 格温 格温未发育 那这样的话看一下要不要换啊 应该还是格温走中 格温走中 还行 感觉这个阵容是有的打的 但是有个问题就得拖发育 他们发育期太晚了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最有一个关键点的毛病 就是在于没什么控 全是软控 他们就是只有反手没有先手 但是你看左边那个阵容的先手能力就特别强 对 而且还有一个不太用保着打的卡沙 是的 这卡沙可以自己玩自己的 自己找位置飞 最把的卡沙确实比之前的比赛里面卡沙 拿出来的生存空间都要大很多 而且万一右边想做先手的话 也很有可能被色迪劝队 这英雄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先手 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反手 对 在微博这把的阵容感觉开团都比较乏力的情况下 色体可能会成为这场让他们开不了的绝杀 确实 他可以被任何一个人回去 右边的话这把得看一下格温的发育 如果格温能够很好的发育起来的话 其实左边的阵容还是有威胁的 这左边阵容唯一处理不了的就是这个格温 其他人都还是能够处理的 而且左边看你打前期的节奏 前期上路的绝对优势 鳄鱼这里 然后打野的话 也给补到了版本比较强势 而且很难能够拿到的泰坦 对 他们的联动就必须要打出来 如果打出来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人能白拿 这把新斗的日舞台感觉还是很大 很大 两条线 其实能帮的空间还是特别特别多的 一个大招飞出去 雅锁跟大 对吧 打扎还能飞 打扎还能飞 主打的就是一个 可以瞬间打成个什么四打二 对快速支援 全军出击 格温这里带的是不灭之卧吗 对的不灭 这个感觉还是很少见的 这把鳄鱼带的也是个强攻 虽然说对线上面打盖伦 没有那么的好打 但是主要我觉得 现在拿出鳄鱼的话 在这种第一波资源团 还是比盖伦的优势大很多的 是的 直接进来了 找打野 挂点燃 那完了呀 是有点恶心了 咱们就说 这也去爆了 感觉有点抓不了 是真的有点恶心了 只要SKY最近好喜欢玩这种 就是一级第一波线不要了 一级我跟你推这波线 下路打起来了 断育之波 脱开身位了之后 居然没有被A掉 下路又被顶起来 压密的话 也得被打退 这感觉就是一级火拼了一波 然后是不是色体这个英雄 其实一级感觉 作战力没有那么的强 一级确实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一级打 对 而且是他们做的先手 SKY刚刚交闪线 拉开之后 满层的电疆 那一下被动是没A出来的 就A出来之后 但我看了一下刚刚那个血量 其实A出来应该也还差一下 A出来差一下的 不够的 色体没有办法补偿最后一下 对 因为他们两个的招式技能 都已经用光了 像下路对线前面主动发弹 自己打了个天然崩的下路对线 中路的话格温打亚索 前面其实还是 包括他带的是不灭之窝 其实对线还是比较好打的 人马虽然说前面被干扰了一波 但是主要这个英雄刷也确实还是挺快的 没错能补回来 大概也就落后一谷吧 现在就 而且他到五级了之后是要去搞事情的 看星斗这里能不能配合的 嗯 但是SKY还是个三级 刚四级 应该配合不了一点 现在应该是看看下路吧 下路 但是毕竟是三级的 如果说超那边有机会的话是可以尝试一下 但你一往上面走 红特帮的视野会看到 对 这波看一下冰军进塔第一时间队友的追缘速度 我们在走 有点来不及 有点来不及 拉回两个 但小刀这里第一时间交闪也没有活下来 这样的话段宇最后也没有办法把人给收了 上路 是抓了一波小张 然后没死 闪现被逼出来了 还有响马 钩子有没有 不好勾了 主要勾了可能自己要被换 不是很划算 看一个人影响三个人的回程 也算是起到点作用 确实 成功勾引的 这样的话两边打野的第一波节奏上面来看 星斗这里是舒服很 前面被 对面打野被SKY骚扰了一波 然后自己还完美的拿到五级节点的这一波节奏 没错来了五级的 但是大招因为刚刚在上路已经用过了 但可以过来恶心你一下打个技能 确实 这样就是真恶心 就是你刚刚如果来野区恶心我 我现在还你一脚 对啊那肯定要还一下的呀 啊 这滴水之人讲究泳泉相报 确实 我看你有闪现我会过来踢你一脚 中路包包推过线 现在其实飞白前面的对线上面的优势还是蛮明显的 能先推先动 都有到五级了 现在微博因为有加里奥 包括人马跑的还是比较快 所以他们这个阵容支援也是比较快的 他们支援能力还是领先弄外一些的 弄外就只有一个卡莎能飞过去 主要现在感觉得围绕着下路 哎来个三场 飞回来 都爆回来 漂亮 但是这样的话没闪 应该是第一时间点倒地了 人头又给到了泰坦身上 这个还是先手发弹特别文尊很 还是要到五级啊 这五级感觉开团是无解的 刚刚选择的等级却是低了点一级 可惜想做一波争夺 但是泰坦是没来的 那只能放给他 下路压线压的还是比较深 而且人马在往下路走 人马 哎不对不是 人马加里奥 加里奥看错了 看小图 人马还是在上面区附近 背影刺客现在直接开始断线 但这鳄鱼感觉很难抓呀 你上一波没有抓到的话 这一波基本上有预警了 就更难抓了 对 而且还有40秒左右 双作员就要刷新了 这个时间点应该不太容易出 两边鬼点子 不太容易有 卡莎的借攻已经出来了 这样的话基本上 诺巴的下路还是没有被 第一波这个限杀 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是的 第一波导入这两个人的经济 差不多的 以色也和卡莎 直接给大 但是队友离得非常非常远啊 卡莎是能有大飞过来的 但是背影刺客这个血量还是比较安全 没有 这感觉太急了 刚那个距离好像不太够吧 飞过来 对 但飞过来感觉也不一定是杀的死 确实感觉飞过来的话伤害也差很多 而且背影刺客这里是双招都在 这个大招相当于是打团之前告诉你 嘿嘿我没大了 那这样的话我感觉微博就包接了呀 包接了呀 人家都已经在 先锋坑那个地方等着了 对直接过来跟你 站坑了都开始 然后少一个大 哎下路的话一打一 但是飞白这里的话 格温前面感觉作战力还是可以的 来了来了来了 人马直接大招冲进去 后面的EC 大招拉出来 星斗已经是一个揪积残血了 打野先倒了 有点问题 在镇下来了之后 佩克这亚索的狂击击战 虽然说斩掉了一个 但是剩下的Sail已经被逼到了角落里面 压命也已经没了 哎但Sail已经换进去 交闪线要硬杀 哎但是小张来了 能不能救一手 那小张这里是没大的 已经是三杀了一个背影刺客 就不大了 我感觉NOVA这波团打得好乱啊 主要第一时间点 这个鳄鱼是跟格温在下路干起来了 而且泰坦的位置也很僵硬 这个太僵硬了 他明明可以往那边走 但他没有 对 而且其他几个人没什么伤害感觉 所以感觉如果说NOVA要第一波团来应接的话 那还是得等到小张到正面 但是这个先锋没打掉是一个小小 现在小张大马上就要转 没打他又来了第二波团阵 但是亚密的血量已经不能支撑他继续做战了 但是这波青斗是有大的 大招放的位置还可以 正没了之后红色方已经抢到了这个小小先锋 但是小超只要一个闪剑赶紧拉开 背影刺客一个人 不想退好像不想退还想打 但是不好留啊 追超可以追超可以 直接打过去 有没有吸 啊 但是白手这个恐惧恐惧到了非常多的人 一个大剑插下来星斗一刺血 这个盖轮好能转啊 星斗又倒了 直接先锋叫出来了之后原地使用 这样的话这个先锋可能要撞到二塔 差距已经出来了 对 刚才那一波差距就已经出来了 这个第二波团再没接过 说实话NOVA前期有点炸崩了 如果没有第二波团都稍微好一点 就是你去拿先锋我来拿龙 但是这样接完了之后直接就是崩掉 主要第一时间还是没有等到小张这个大招给赚好 如果说鳄鱼第一时间有大的话 那其实这边团还是NOVA有主动权的 结果就莫名其妙 亚米被消耗了一波 然后NOVA这里前面就自然的损失一个开团位 而且主要刚刚上一波人马反手这个恐惧恐惧的非常好 而且拿出来亚索也没有打出来亚索该有的效果 就是两个人在比如说5级之前去做点事情 或者说5分钟之前做点事情 还有我刚有留意到他们在先锋坑里面的时候 其实泰坦的大跟亚索是没有combo起来了 就是泰坦给大了之后 感觉那个位置好像Sky不太想接 然后就没接上 当时有C位是站在大上的 有两个人同时起飞在后面 我觉得可能现在队里的指挥想的是 这波亚米血量残了 然后最好是不解 然后最后好像又想接了 而且看得出来亚米是确实很想接的 但他刚才也没吸出来 如果吸出来再换个轰拳的话 应该有机会 给个大 但是法爆球的伤害也没有把背景刺客直接给暴死了 这把背景刺客好肥啊 主要第一波团 现在只赚了个三杀 然后上一波又收了一个头 这大概轮现在有点处理不掉 左边现在感觉缺那种比较持续性的伤害 等卡莎再补一件吧 一件套确实装备少了点 反正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对于诺法来说 该放就得放了 微博也打得非常的主动 上路的塔再一掉 现在已经是两座外塔全掉 而且下路格温这个对线也是基本上属于无压力发育的 格温和亚索的位置 格温还在往下走 但是亚索想要过来支援吗 算了算了算了回了吧 中路有现眼的亚索要过来是完全能被看到 这个回来的 他如果在上半区刚刚露头了 这个下塔就没了 但是这一波我感觉下塔也要快没了 怎么说 微博要包过来了 但是这波好像是带着亚索一起没的 先能清掉 但是sky这一个吹风 反手先刮几个人马 但是反手还有个恐惧 那没办法 我肯定是活不下来了 两周波也被打成了一个究极残取 但是好像不太好飞过去 是推塔是对于微博来说不好推的 没有方向能飞了吗 他没有 他没有飞 应该不太敢 不知道那个残取在哪主要是 要不然飞过去 艾克夏暴雨 两下就人就没了 废影刺客这把打的这么装 确实有点过分 再被咬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溜 身上是没闪的 小张这里下一个三剑的马上就刷新了 交闪线 那可能要单杀了吧 我感觉不太惯着你 钻上去之后再有一个红怒咬一下 还没有咬 有时间鬼 还得拖 这不会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这一线 留下了 主要我觉得他确实 觉得自己追的太久了 然后不知道对面会不会给支援 就这个时候假如说架里要给个大 那确实就死在塔下了 关键是刚才 如果说他忽略了队友能支援这一点 走到塔里 先吃一个 EZ大招 然后再吃一个盖伦大招 好像他还是 他死盖伦不死 确实 现在盖伦的队位已经来到两千的经济了 嗯 血手在出来 又有什么办法呢 确实人家优势啊 感觉这盖伦现在一个人赚五个 他优势的那一方上塔甚至都没掉 盖伦想 就是盖伦想逃到哪就逃到哪 对 再接着发育下去的话 现在右边的这个双C 也要慢慢发育起来了 主要前排太扎实了 现在右边这个双C 也完全不怕 就在右边的这种优势局里面的话 左边找不到开团的时间点 就会被 EZ这种英雄无限的poke 而且这把EZ很肥啊 爆肥啊 3-0-5 对 装备也很不错 这把微博的各个位置都很肥 等一个半分钟的小龙吧 但这个小龙感觉也打不太了 这个小龙如果不打的话 能把下一波 融合压力有点大 这他最好过来看一下 主要也是个泰坦 就泰坦这英雄确实抢龙没那么容易 泰坦这英雄要看优势 前期打出来优势了就好打 鳄鱼已经两件套了 新斗也是两件套 这里话就是亚索的装备相对来说差一些 感觉是有接团的可能的 这波其实相对来说装备差距没有特别特别的大 位置站好了之后再等对面来 对 都是两个城庄 贝尼刺客在绕后 贝尼刺客这个位置已经被发现了 有视野 踩着视野过来的 贝尼刺客先被打一棒 3-0就在旁边 这波3-1夹住了 但是贝尼刺客有点肉 第一时间还没死 盖伦 群体恐惧的效果打得也不错 直接把人全部劝退 对 现在除了小张星斗所有三个人撞台可以 剩下两个人都一半血 是的 他回来回上来一些回上来的一些 龙坑里面先插了个蓝色方的视野 这波家僚是没大的 对于卫博来说可能是一个小伏笔 还在往前逼位置 小张已经在旁边先把 色提再找角度 色提再找角度 对 但是超已经钻进来了 所有人想all in这个亚米 亚米把羊给暴走 龙的话已经先被星斗给拿了下来 但侧翼的话飞白的位置也很难受 所有飞进去了 但是要找闪现我没拉 是 反手一个宝剑劈下来 但是所有集现完成了反杀 但自己也走不掉 小张 再找闪现拉开 剩下的三兄你得走了 但是这波已经很难接受了 毕竟龙拿下来了 所有刚刚那波钻进去的话 是有机会能杀的 但有一个虚弱套在脸上 套得特别快 哎 他们还要回头包一下亚索吗 感觉 位置好 没什么拦了他们 不太好包 这样的话只能放亚索走了 中路的话 柔温应该能把这个中路二塔给剪掉 哦 有此话 哦 他不知道 吓了自盖一跳 说实话 拉弓的那一瞬间都觉得 这是不是有眼啊 你小子耍我是吧 确实 差一点就没敢回去 这样的话 对于 对诺马来说 第二条龙能拿下来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了 没错 至少保证自己的阵容不会在下条龙有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微博现在也开始就是来到自己的编带的环节了 因为主要现在编带的压力是特别小的 对于微博来说 看一下这部团回顾 既然是所有人都集火到前排身上了 导致微博这里没有特别的给到就是诺马的关键C位 而且亚密的亚密的进场一般 刚才这波 他进场如果能打出一个群攻效果的话 应该是输出够的 主要刚亚密主要的想法是想把打野给背走 然后趁着那个时间 刚好把龙拿了 这么一说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其实NOVA就没有想着要接团 要接团 但是不知道最后为什么又上了 就感觉现在NOVA总是有人想上 有人不太想上 就这样子 没有在协同 对 协同的不是很好 有的人想打完走 有的人想打完了接着打 假如确实每次从Soil的视角来看的话 感觉都是有机会的 是吧 羊已经到下路了 这个防御塔星斗也在后面蹲伏 所以NOVA目前来说的话 这波可能是在钓鱼啊 大招 大招 这个是不是连 沉默是有点关键 沉默让鳄鱼的大没有办法开出来 我在想刚刚大招放出来了吗 不是 那个助攻拿到了吗 呃 好像 这个好像 这没注意 这个真没注意 基本上等于一个单杀了 crazy 那这样的话 鳄鱼一倒 看一下微博的想法 直接开动了 呃 想来动一下大王 但是盖伦不在 盖伦不在 他们如果真的想打 比你过来打架的话 盖伦还是要在的 嗯 这波估计就是敦俘 因为主要 EZ这个英雄 配合上格温的话 其实双C打龙的速度不是很快 有卡叉在 虚空所敌可以去探一手视野 现在主要 微博最大的这个优势是在于 被你刺客这条线啊 就没人管 打野不在 这不真的可以的 对 星斗你作为一个打野 居然不在龙坑 那这样的话 龙坑里面 只能靠YAMI一个人去探视野 抱进去了 但是SOIL在旁边 离得稍微有点远啊 看一下这个轰拳 能不能去有个效果了 但是这个惩戒 还是没有办法啊 稳稳地省下来 反手 YAMI的话已经倒地了 加利奥再配合一下阵型 这把应该已经没了 两个人都只能溜了 对于诺瓦来说 诶 刚刚为什么星斗会在下面呢 好像没人守塔啊 就是 不是 你没人守塔 你打野也不能去啊 别人全在大龙坑 然后他唯一一个 带惩戒的人不在 确实 我感觉还是 就今天第一把上来 就是诺瓦的指挥 有点太乱了 真的乱 真的乱 这时候你可以说 呃 卡莎不来 对吧 可以说亚索不来 就鳄鱼因为已经 还在还在复活当中嘛 是的 所以我觉得就不管怎么样的话 你只要打野出来 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龙就给了呀 我们当时看 那个集结速度有多快 就是 泰坦在下路 露头清兵的第一时间 原来那个大龙开始打了 对 看一下中路的一波回放 哦 哦 哈哈 溜了吗 这波 那应该是没溜 没溜没溜 这波就是去骚扰了 把中间两个人全断了 这个 这个再被断掉的话 就玩不了了 心太疯了 哎 飞白被抓 但飞白这里是有急跑的 还在操作 怎么说 转手被咬住 那剩四个人去抓飞白 应该躲掉了 但是周露鱼从事要上高地了 只要骚扰一个人在手 顶不住了 他只是一个卡莎呀 哦 但是好在是对面的兵线不是很多啊 下路塔是要掉 那张的话 诺瓦虽然说抓了一个飞白 但是掉了两座防御塔 其中还有个是高地 嗯 7000多的经济领先 再回去收个小龙 微博这波节奏基本无伤 把该拿的东西全拿了 现在经济差拉的有点大 现在经济差已经拉到7000了 嗯 而左边目前来说没什么翻盘点 就是 最近赛场表现的话 其实卡莎这个英雄 你可以最直接的表现出来 就这个英雄在后期没有接管比赛的能力 他是那种可以小C 但是不可能说像我们之前 这比赛里面看到的那种C法是不可能的 是的 就是他是没有办法独C的英雄 嗯 这个英雄还是有点看局势的 看局势 然后也看自己家的队友 对 就是又吃队友又吃局势 对 所以说拿出来还是挺双人剑的 但不过这把的AD 确实被搬的有点太多了 换成是个泽利的话 确实在后期是有接管比赛的能力的 比卡莎的影片要大一些 泽利到输出空间会大一点 不过他们家确实是需要这种 持续型输出 当时来看 毕竟其他的人都是打一波 来了 远古龙 最后的机会 最后的机会 其实星斗的装备还是挺好的 现在是个小四线套了 谁能捍卫着最终的荣耀 拭目以待吧 中路抢线 主要右边是有这个 已经推了高地的 所以炮车兵还是 超级兵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格文在下 这样的话小张其实没有办法 很好的去绕后 格文逼着位置 而且杨这里已经在慢慢的 想去动一下远古龙了 鸭蜜吃技能吃一点点多 血量还是要稳一稳的 要不然进场了很有可能吃沉默直接系 没关系 好在是有狂徒 杨和飞白两个人在动远古巨龙 小张先把下路的线去带一下 证明的话先开鸭蜜 但是伤害灌在鸭蜜身上不是特别的掉血 哦直接冲进来了 但是水音瞄解 瞄解的很快 最好再往后拉扯 第一波的接招 诺瓦是接住了 接住了 而且微波gaming的技能基本上放全了已经 对 这个其实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开团技能了 嗯 比如说第一波的化解 其实诺瓦做的还可以 而且反手的话 诺瓦先来动这个小 动这个远古龙 反克为主逼你过来 有没有一手 先拉了一下 拉的还可以 再往回报 但是报完了之后 直接交闪出去了 这个时候要关注一下 龙的血量已经下降到6000以下了 反手一个嘲讽 嘲讽的还可以 被你刺客顶到了前面 四号已经可以打到军血 打两个两尖多血的龙 有没有时间过来动一下 来看一下最后的灰数 红色风抢到了 那这样的话应该也要结束了吧 没什么机会 段玉在一个三技能上来 先收掉一个泰坦 反手再躲一个吹风 其实最稳的选择 因为现在没什么蓝了 最稳的选择是打大龙 感觉好像硬一波有点困难 硬一波确实有点困难 段玉这波把蓝全部都打空了 嗯 那还是稳一手 啊 但是不打吗 怕被强 呃 主要还是没蓝 感觉没蓝 EC也打不了龙 哇 但是刚才对于弄霸来讲真的是有点难受的 就本来他那一波如果是远古龙没打掉的话 他们应该团也赢了 对 但是刚好打掉了 而且刚好又是对面打到 是真的有可能再打下面一波 嗯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就你不点到的那个非常关键点没有蓝对吧 对 没有蓝导致他们在赢架团战的情况下不能推也不能去打大龙 是的 而且现在对于微博来说是有远古龙的这个buff的 所以想来打大龙也是一个选择 要是说他们想应来中路接团也可以 因为现在完全可以不去跟你有这个抢龙的风险 没错 那我们跟大家同步一下 NOWA的所有选手反映了一个设备问题 然后刚才判与技术人员也是对选手反映的这个问题进行检测与查证 所以说我们稍微等待了一会儿 是的 现在比赛已经回来了 微博开始动这个大龙 但是因为他们身上是有远古龙buff的 所以 远古龙buff还剩 多少时间 还剩半分多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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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时间应该完全可以把龙打掉了 是 所以他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把龙给run了 而且这个时间如果说 NOWA想要进来逼团的话 他们完全可以正面接团 已经顶起了YAMI YAMI交闪线往后 那这样的话想要去追人吗 反手一个深海冲击 把三个人全部顶飞 NOWA这时候打得很聪明 NOWA把索尔 再给你极限拉扯 对 全逼退了 上路的话背影刺客这里也是跟SKY稍微做了一波拉扯 那这样的话把远古龙的这个时间要拉扯走了 想开 没有开到 远古龙buff已经马上就要消失了 对 有点不果断了 刚刚没有凭借着远古龙buff做任何的事情 主要他们可能还是考虑到 这个阵容拉扯的速度有点太慢了 小超过来先嘲讽一下YAMI 中路的兵线再往前顶一下 SKY就在附近 微博这里我感觉要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其实说实话 他们这个阵容还是不好开团的 没什么开端手 就现在他们的决策会相对来说有点困难 就是该去正面打团还是打龙 而且他们的开端手是打野 就是唯一的一个开端点是人马飞进去 但人马要时刻保持自己在正面 去接这个惩戒 然后现在人马要是一掉点的话 那这个局面可能完全不好说了 是啊 而其他人对微博来说都是可以阵亡的 但是人马不行 鳄鱼带下 盖伦去推上 剩下的人还在中路附近 拉扯了一段时间之后 微博觉得反正也开不起来 还是给你带线得了 那这的话羊有一波绕后的可能性 已经来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草的位置 微博游民确实是想开的 但是人家不接呀 嗯 这个位置一个眼已经插出了羊 直接闪现红彤去咬 所有的技能全部灌在羊身上 加油大招 落下来 但是压米这个位置拉了三个 有一个续续轰拳 轰出来之后 一时间阵型还可以 但是反手直接被斩了 现在变成了一个4打5 蓝色帮的4打5 勾子没勾到 这波勾子如果勾到了 感觉微博可能要出事了 先挺的中路防御打 想要去杀一下小超嘛 但是伤害不太够 这个泰坦这波也把大招给交了 在持续的拉扯过程中 索尔在不断靠着自己的 艾卡斯加暴雨去打消耗 可能微博还是得要蹲啊 嗯 我觉得NOMA也是抓住他们这个心理 知道你打龙打不快 所以也没有着急的往里面探 再打了再打了 下雪的速度还挺快的 嗯 马上到五千雪 五千雪出来了 决定接团 但是一出来都有点反加了 已经倒了 人马冲进去 再弹回来 不过NOVA的三个人都在墙上 骚咬这波打的输出还可以 但是问题是没有蓝了 他也不敢往里面飞 那这样可能又要作罢了 因为还有20秒 这个第二条远古龙又要刷了 嗯 那这样从零开始了 也没打得好纠结啊 对 主要我觉得微博这里打得太纠结了 微博这里就是完全因为阵容 没有这种先手的劣势 就导致他们又想打龙又想打人 但是NOVA就很轻易的 就能把这个阵型给拉扯开 然后在你犹豫不决的时候 发现人家都已经敢把该办的事 已经给办了 是的 那这样又有一次重新 又来了 对 重新来过的机会 不过该说不说 刚才那个远古龙如果是NOVA拿的话 应该会更果断一点 对 还是受制于阵容问题吧 微博跟病这个阵容开团却太少了 老张已经在侧翼 交了大先去咬到了飞白身上 飞白可能要被单杀了 飞白水量很低 这里飞白可能最后要被单杀 被单杀掉了 蓝色方击败了远古巨龙 这个龙虽迟弹到 拿到了之后 应该想去追后台 对这没追到 但是正面的人可以一个一个 全部利用buff给收掉 再给一个狂蜂崛西斩 双C是一起配合 最后一下背影刺客 也要被远古龙给斩死 打完一波只剩一C 这样的话 感觉要翻啊 破两路的情况之下 借着这个远古龙buff 是去拿个大龙 还是直接一路推进 感觉要最好拿个大龙 主要他们现在 不太好推 对 因为已经被迫两路的情况下 兵线的压力会比较大 嗯 现在才刚刚开始烧塔 下入双人组 再把这个龙动掉 现在下一波的 NOVA正面团 将会是一个双龙会啊 还是老问题 你在buff持续的时间之内 能不能 呃呃呃呃呃 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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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龙好像要脱战了 还好还好 呃 交了一个T最稳的选择 因为他怕 等会微博的人就已经到正面了 但是也有点伤啊 是的 还是有一点伤的 刚才其实他们 就是派一个人去带一条线 然后两个人 三个人过去把这个龙打了 就是可能会好一点 我估计也是没有想到 就是EZ来个大之后 能把人给刮死 龙没刮掉 哈哈哈 这打了个调点 对 刚才就是双buff 但只有四个人 嗯 小张 来到侧夜 身上还是有远古龙的斩杀buff的 感觉想蹲一下飞白啊 但这个位置 杨已经发现了 哎呦呦呦呦呦呦 没啃到 嘴都张起来了 刚好回去了 嗯 刚好回去了 咬了头空气 现在都开始烧塔了 所以对于NOVA来说 经济一方面反超了 还有就是现在防御塔 已经是没有优势劣势可言了 嗯 这样对于NOVA来说 需要在边线分一个人出来 可能去防止对面的偷家 然后其他人 就会四个人 把注意力多放在正面 去对对面的高低进行推进 色提还是得来正面的吧 还是得有个人出个提掉 他们这个阵容感觉就 让鳄鱼去编带 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然后剩下的人都在 同一个半区待着 我觉得最好还是有个人 出个提会比较好一些 那也是可以的 然后现在这几波NOVA冰线 处理的还可以 下路中路全部都带进去了 然后现在有了 这个附魔的buff 所以冰线的压力 还是不是很大的 上路的话Sky也推过来了 不过现在打起来没那么厉害 因为远古的buff已经过了 对 但只靠着到了buff再往前推进 而且到了buff时间也马上到了 看这个残余的时间 能不能把两路去摸一摸 吹起两个 结局大 章话Sky抱进去 所有人AOE可能第一时间点砸都还可以 但反正我这个恐惧恐惧也还行 但是所有的位置一直没人管 背影刺客来到正面 但是家里奥都大 这个落的位置还可以 把人全部都给逼走了 还想继续去追一下小张 没勾到 EZ这个时间点的伤害是有点爆表的 但是还是要手一下加 对 没勾到的话 那这一波还是得往后撤了 我感觉两边还是要 再往后打一条龙啊 感觉 感觉这一条远古龙还不够啊 现在两条远古龙过了之后 依旧感觉打得难舍难分 主要是他们刚才想的有点 太多了 就是他们又想把三路全推了 然后又想在高地上跟你搏命一波 以至于我们看到 亚索去带上路线的时候 过来跟队友会合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晚 所以就失去了一波的机会 主要假设说 刚刚不是在这个基地面前开的 但这波飞白感觉要偷索要 直接给大 第一段没有捡到 小超就在后面 但虚弱套到了索要的身上 索要交闪 鳄鱼也来了 这波感觉微薄的人 相对来说阵型保持的更好一些 那这样的话 诺瓦也不敢追 打了个仗势技能出来 对 这个其实挺关键的 打了诺瓦的闪现 下一波这个龙团的话 我觉得有点关键对诺瓦来说 主要现在左边的主要输出 还是得看卡莎一个人 其他人其实现在输出都比较乏力 但是右边的话双C 基本上都已经成型了 20秒之后 第三条远古龙 这可能是这个赛季第一条 出现的第三次 第三条的远古龙 对主要是两边都拿过 两边都拿过 然后全都结束不了比赛 是的 所有的防御塔也都快烧完了 只剩一座 各自剩一座 烧不动了 烧不动了 来了 现在看到远古龙城已经不觉得惊讶了 习惯成自然 但随时得要防一下两边 有人可能要偷家 上面打起来 但是这个时间点压锁 打盖伦应该是绝对的碾压 背景刺客可能要被单杀 吹起来之后背景刺客交闪 但SKY也跟闪 最后这个距离好像不太够 他跟闪的方向错了 只能说 对 他没有视野 预判了一手 但是刚好是跟对面错开了 而且盖伦拿了这个E技能之后 马上有加速 那正面的话 看一下要开吗 先看亚密 哎 踹到冰上面了 没把亚密给踢回去 是的 哎 但是这把冲 冲进来了之后 再配合着EZ的弹幕 再反身去打 不过有加利奥 旁边做一个援护 那现在应该是 浅浅他往里背一手 再往回拉 拉两个 则门已经正忙了 可能稍微有点危险 给一个二闪 段宇被轰了一拳 但是杨过来做了一手保护 闪现钩 被对面的钩子也给躲掉 应该要一波了 应该要一波了 上路的SKY又追到家里 把贝因刺客追了一路 这两个人现在拿亚索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再给一个大 卷起了小超 但是兵线的话是被刮掉了 现在NOVA的兵线得等到下一波 旁边还有一个鳄鱼 在这个无人的角落 一直追着杨 两路兵线都已经来了 探探大招先挂出去 再往前吹风 吹起了断雨之后 看这个兵线好轻吗 现在这几个人轻兵线 其实有点困难 还是不好结束 因为杨已经绕后了 震惊 震惊 30分钟了已经 主要两边现在都有一点 一边是缺开团开不起来 还有一边是有点缺输出 就伤害灌不满 但是现在NOVA主动去偷这个龙 而且这边拉了两个之后 反正抱了一个打野回来 打野第一时间点 有实践鬼很肉 但是断雨也在后面 所有人把技能全部奥引到人马身上 奥引之后人马被秒了 色交闪现过来 远古龙已经被 蓝色方拿下了 那一波了吧 一波了一波了 要结束了 而且上路进的时候 家里面还有一个再推的 家里面还有一个再推 SKAY很久没有参加团了 真有你的 可以的 冰线进塔 终于可以一波了 这把打了31分钟的局 有点太夸张了 有点太夸张了 但是最后还是要我们恭喜NOVA 恭喜恭喜 这把基本上也算是一个翻盘了 去 算算算 因为人家先拿到远古龙 对 在第一条远古龙 你可以说在第二条远古龙之前 我觉得NOVA都是没有优势的 第二条远古龙那个时候 NOVA打了一波完美的反身仗 然后把所有的局势 全部都给逆转回来了 是的 当然也是我们前面 是因为它没有优势的 是的